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些时候就引述消息说 中国当局可能要结束 对于科技巨头为期两年的监管打压 而一个十分清晰的信号就是 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精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告诉媒体 政府已经完成了对于14家平台企业金融业务的改革 现在只剩下一些尚未解决的小问题 郭树精也透露说现在北京的官员会寻求 为科技提供更多的支持 更重要的一句话说是 未来对于科技行业的监管会更具预测性 那么此前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针对于科技巨头的监管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所谓 如果是从整个全世界来看 怎么样监管数据 怎么样监管科技企业 怎么样监管平台 是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 在这一方面中国可能走在更前面 欧洲也在探索各种实验性的解决方案 其实真正落后的是美国 但是中国对于科技行业的监管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以行政手段来取代法律手段 不以法规在先行政在后 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数据来处理 而更多是采取的类似于政治报复运动式的 这样的一种监管 因此郭树清说未来将是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更具可预测性 也让市场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阿里的股价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是上涨了百分之八点七 大家一看股价最低点是去年十月 当时呢 是这个这个股价跌得残不忍睹 现在和当时的低点比已经上涨了百分之八十 但是尽管上涨了百分之八十 离蚂蚁在IPO前的创纪录的高点 现在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当时阿里的市值是一度接近九千亿美元 如果大家问行业人士 大家说可能这呢 也就是未来的情况了 你想重回到将近万亿美元的市值是不可能了 但是呢 也不至于你像去年监管打击最狠的时候那么惨 未来呢不管是阿里还是蚂蚁 可能就会以一个正常的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各种场合出现 他们的业务呢也会比较全面 但是呢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给人无限的想象 更有可能是一家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金融科技公司的面目出现 那么说到监管机构开始软化基调 其实呢今天不是第一天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呢 也为我们整理了过去几个月来 中国监管机构风向的一些变化的矛头 其实从去年初开始呢 监管机构就开始针对监管方式的改变 开始吹一些暖风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疫情叠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而在二零二二年春天的时候 刘鹤在和其他市场计划者会面的时候 就曾经强调 要以透明和可预测的方式来执行法规 并且说呢 任何影响市场的政策都会与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协调 此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向大家介绍方星海等等等等中国金融官员 在多个场合在面对西方企业的时候呢 也不断强调中国的监管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有序的发展 改革的大门一开就不会再关上等等等等 因此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 针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更以法律性的方式进行某一种预测 未来的监管手段也更要在法律上有据可查 好 和平先生有关于马云 再请您补充 OK 我认为你讲的很正确 就是实际上欧洲美国和中国是对高科技企业的监管的三种形势 美国是非常的艰难 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法律资源对于民间企业家来讲是非常的丰富 美国的政策也是很容易被游说 所以真正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冷断企业 我看到了最悲的一位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就当时候就是在一个唯一路中间 他讲到当时候在国会的议员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政治代手或者经济代手们 在保护理论自由方面的同时 同时对这个滥用理论自由 尤其是企业的冷断对市场产典的伤害 欧洲在这里要警惕很多 但是美国和欧洲都是跟中国有一点不同 就是司法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扮演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 中国是没有司法系统这个环境 直接由一个行政部门一个文件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会议就把你给收拾了 你不是说你不能调查阿里巴巴不能处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问题和蚂蚁经货的问题 在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看起来情况都是蛮严重的 是应该进行某一种商业的一个处理 但是这种处理如果光只是用行政的粗暴的一个打击 很引以大家联想起来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嘱风 所以也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担忧的一个所在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 疫情出了问题 你现在又释放出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你还是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政治的一种气氛 中国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说 你一方面政府是有权利来监管这些企业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应该有基本上的生病的权利 但是马云有吗 马互腾有吗 其他企业家有吗 没有 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中国的司法系统应该给这些企业家 一个基本上的生病的权利 讨论的权利 至少是把一个事情延长处理 中国的问题就是一夜之间把你打成地狱 一夜之间又把你的地狱里面请过来 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大国来讲 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我们批评的是这一点 而不是说他不应该去调查冷断 不应该去处理某个公司 而是说你的方法有问题 好 那么说完了跟这个监管垄断相关的消息 这样节目最后仍然是回到和民间人老本行人事相关的话题 地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